雪框 雪框真的是太大了 我们的轮胎已经打了好几次 然后Google Map那里就说呢 发生车祸 现在大塞车 完全就走不了了 那辆车决定不走了 所以全部人都塞在这里 交通超级的混乱 我们已经待在原地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完全走不了 好,现在下车 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搬得上忙的 车塞着了 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组 然后在这里 第一辆车已经通过了 我在那儿刮着已经结冰的路 刮了有半个小时 现在也不知道这些是汗水呢 还是融化的雪 这一段路是最可怕的 因为上来那里非常的斜 然后这里还要斜着下去 然后就进到town了 所以大家都开得非常的小心 车就上不了了 也顺道巴满推了好几辆的车 好热现在 终于解脱了 现在我们慢慢的向前走 我们小组行动结束 可以看到现在顺畅的多 路过一个巴士车站 路过一个巴士车站 看看它的时间 这样子的天气 这样的路况 走路比开车快得多 而且快得非常多 因为在英国呢 是不需要换上冬天的轮子的 所以冬天尤其是下雪 路上结冰的时候 不是太适合开车 300米的路 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 现在回到了 安保塞 town 这是一个很小的小镇 我们回到了 安保塞 千辛万苦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栋建筑物呢 叫做The Bridge House 它也是安保塞的地标 最重要的一栋建筑物 这一场雪 到现在 都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感觉上我们身处 Wintermere 不是Wintermere Amberside小镇呢 特别的好看 它不大 但是它的建筑物都特别的有特色 这里主要有餐厅 然后还有很多卖户外用品的店 这里卖这些户外装备的店特别多 就好像徒步 登山 水上活动 还有好多好多 攀岩也有呢 现在可能也可以卖一些滑雪的用品 滑雪板 小孩玩雪玩得不亦乐乎 哇 现在外面一片混乱 随便在Gregs这里呢 买了一点小吃吧 就当做我们的午餐 这里也是有一些超市 这里就有一家Tesco Express 然后还有一家Budgens 到处都是大塞车 我们现在去了Hay Gardens 本来呢 要去很多地方的 但是因为高楼太大了 所以来这里走一下 放松一下 那里是一个小山坡 可以看到绵羊 哇 特别有气氛看它的植物 然后还有很多的圣诞树 今天真的好有圣诞气氛 在Christmas tree 全部已经泡沫了雪了 有个Christmas tree的Helmet 还有很多雪花在上面 这个Garden Center呢 特别的大 它叫做Hays Garden World 它其实就离我们住的酒店 5到10分钟吧 不行 但是因为很塞车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上厕所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 稍坐停留 然后才再继续 好大的一个Garden Center 这里呢 只是户外的 还可以进到里面呢 卖的东西也是 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 你是不是以为这个是装饰来的呢 其实不是啊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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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有这封车的 看下了Zaki 已经发尖起来啦 哇 好有圣诞的气氛 特别大这个Garden World 这里的摆设 有点over the top 但是特别的好看 计划 赶不上变化 我们呢就 塞着车 然后就一直坐在车里 其实回去酒店呢 走路的话只要8分钟 可能塞车要塞30分钟吧 好像前面还有意外呢 我们就在这里解决我们的午餐 刚才在Greggs那里呢 买了Festive Bake 还挺好吃的 我们在车上呢 待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可能就走了10公分吧 好 我现在去前面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雪大到已经可以堆雪人了 哇 现在又开始下雪了 下得比刚才还大呢 我们回酒店的这一条路呢 被它封了 所以这就是塞车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 我们回到酒店了 现在雪越下越大 然后因为要上个斜坡 才能进到来停车场 我们的车 stuck了 好在酒店的工作人员呢 就给了我们Taya的Sox 非常的好用 看 现在的雪 出去的时候没有看日历 可能今天不宜出门吧 相比于今天早上 景观又更不一样了 全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好久没有试过这么大的一场雪了 除了我们去Ski Resort 就是在山上 在英国真的是相当的罕见 这个夏大雪的经历 也不是时常有 我们决定呢就在酒店这里沿着湖畔在走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然后我们还跟酒店预定了晚餐 今天就在酒店解决 如果下雪的话 来英国千万不要开车 路况会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到Windermere湖边走走 我们现在到Windermere湖边走走 我们下期见